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el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其实齐国可以复国长兵 除了钟离村之外 还有一个人是最大功臣 那就是齐宣王的父亲 叫做齐威王 那齐威王身边呢 还有一个谋士在辅佐他 这个人就是孙炳 超级有名的大军世家 那除了孙炳之外 他旁边还有一个叫做旁娟的人 他们两个是 同样是师出于瑰姑子的门下 两个人交情非常的深厚 是啊 这一对师兄弟 应该大家都很耳熟能详 孙炳斗旁娟的故事 一开始其实关系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从哪边开始不一样了呢 就在卫慧王延览了旁娟之后 那因为其实卫慧王 他也想要延览孙炳 一起到他门家 可是这时候你想想看 旁娟他心里面就会怎么样 我觉得再好的朋友 开始出现利益就不一样 就开始有一点想要 就不想要旁娟进来 跟他分瓜这个权利 于是他就开始设计陷害孙炳了 讲到设计陷害 最有名的呢 就是说当时据说旁娟啊 就是陷害孙炳 让他处于病形 那这个病形呢 就是孙炳的病 所谓的病形 就是把你的这个膝盖骨给挖掉 像冰淇淋一样 把他铲掉的膝盖骨 对 非常的有画面 其实这比直接把你的腿砍断 还要让人更痛苦 是啊 超级可怕的一个病形 跟旁娟这一对好师兄弟身上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对师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病 以血拼之 那我们从这个孙炳的这个名字来看 他的姓有留下来 他是孙武的后人 可是他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 炳是一种刑罚的一个称呼 所以大家都叫他孙炳 孙炳 春秋战国历史500多年 期间天下纷乱 百家真名人才辈出 军事家孙炳与庞娟 都是鬼谷子底下高徒 尤其孙炳谋略又更胜一筹 庞娟听说魏王正在广招贤 于是打算下山 临走前还对孙炳说 如果他日受到了重用 一定引荐师兄 庞娟跟孙炳是师兄弟 那本来他们两个是关系还不错的 在鬼谷心间底下学习 结果后来庞娟先下山 下山之后受到魏惠王的重用 魏惠王虽然拜庞娟为大象 已经称霸一方 但他不因此而感到满足 他听说隐居在深山的鬼谷子 将手中唯一一部 是传已久的兵法 传给了庞娟的师兄孙炳 魏惠王更希望能够得到孙炳 收归己用 魏惠王没想到听到风声 你有一个师兄弟叫孙炳 他听说传说他拥有孙子兵法 孙家人嘛 所以你可不可以请他下山 那你们师兄弟一起帮我打天下 庞娟不愿意 孙炳就是太杰出了 他杰出到他就是怕他说 有一天会取代他 所以干脆就把他找来 找机会就害他 所以庞娟找来这个孙炳的时候 我根本就是不怀好意 其实庞娟早在鬼谷子门下 还没出山前 就对孙炳的才华感到相当忌妒 没想到魏惠王又指定要他 延览孙炳 庞娟心中不满 阳奉阴为 表面上请师兄一同下山 为魏国效力 心里却已经在盘算 如何除掉孙炳 孙炳到了魏国后 受到魏惠王非常大的器重 庞娟因此感到害怕 于是就派人冒充孙炳 在齐国的家谱 央请孙炳回家探亲 战国时代 就是分国之国 两边互相打是敌对的 你拿我这边做将军谋士 你要回家 你是不是有什么 就把兵法带回去 或是把我们国家秘密带回去 听了庞娟的挑拨离箭 再加上孙炳本来就是齐国人 魏惠王根本就不再加以详查 直接对孙炳处以并行 那病行就是把膝盖骨给挖掉 比脚砍掉还要更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也不能够行动 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刑罚 就把孙炳在脸上赤字 赤了四个四通外国 但是庞娟不敢杀孙炳 因为孙炳有兵法在手上 他想问兵法到底在哪里 一开始孙炳对庞娟的险恶用心 完全没有察觉 反而还对师弟无为不至地照顾 十分感动 于是决定把兵法写出来 传授给庞娟 就写兵法 写一半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跟孙炳讲 你啊 笨蛋 为什么 因为你早写兵法出来 早写早死 晚写晚死 不写不死 孙炳才知道 原来是庞娟要害他 他知道以后他就想到说 那我除了要保命 我还要跟你再继续周旋下去 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式就是 装疯卖傻 孙炳历经折磨才终于恍然大悟 他把写好的兵法书尽数烧毁 开始装疯卖傻 但庞娟也不是省油的灯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突然疯了 怎么想都很难相信 庞娟就做了非常多的测试 要看看孙炳是不是真的疯了 甚至拿这个猪的大便让他吃 他都吃了 所以孙炳在那段装疯卖傻的时间里面 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上去 看来孙炳他真的疯了 孙炳忍辱偷生 终于等到一个机会 齐国派遣使者出使卫国 他才终于透露 自己一时以来都是在装疯卖傻 希望能帮他营救到齐国 孟子得到一个消息说 你有一个模式 孙炳在卫国被他欺负做法 孙炳被营救到齐国后 成为大臣田记的门客 当时齐威王非常喜欢跟王公贵族赛马 偏偏田记逢赌必输 孙炳了解了赛马规则后 提出一个方法 向田记保证下次一定会赢 你们这种比赛竟然把马分为上中下 那这样的话保证你一定会赢 用他的方式他一定可以去赢钱的 这个时候孙炳提出了著名的理论 上四对中四 中四对下四 下四对上四 齐威王都会想说平常你都输我 为什么这一次比赢我 你这么厉害 他就说这个是他门下的孙炳的一个对策 然后这个齐威王还知道说 他底下是一个能人 孙炳把兵法运用到赛马上后 果然马到成功引起齐威王注意 田记趁机推荐孙炳 孙炳在齐威王面前 把兵法讲得头头是道对答如流 得到齐威王无比的赞许 还拜田记为大将军 封孙炳为军师 这个时候孙炳有感于齐威王的礼遇 便贡献出自己的兵法书 讲解其中的奥义 让齐威王感觉到孙炳 真的是一个杰出的人才 所以就让孙炳担任自己的兵法老师 西元前三五三年 魏国攻打赵国首都寒丹城 赵国向齐国求救 齐威王派田记和孙炳带兵救援 没想到孙炳却按兵不动 迟迟不出发前往赵国 部队最好的都在前线 都去打赵国了 他在自己的大本营留下来的 就不会是精锐部队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派兵去打这个魏国 打他的大本营 那庞威就势必要回过头来去救 这样的话赵国的危机就解除了 孙炳这招为魏救赵果然奏效 他跟神机妙算 在桂林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等到庞威回房时经过 只能任人宰割 结果就把这个魏军给打垮 甚至把这个旁娟抓起来 旁娟是被逮捕的 后来魏国跟赵国定了这个军事的合约 就是说两个变成同盟 之后才把这个旁娟给放回来 孙炳和旁娟这对师兄弟情势已经逆转 几年后魏国和赵国联合攻打韩国 韩国也去向齐国求救 孙炳又用了老招数 再加上增兵剪造 旁娟还是重绩命丧马林 战国两大军事家终于奔出胜负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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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